大家好 我是愛魔人 今天回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風飄龍的活動 將會在這星期舉行 風飄龍舉行後 便會到角龍 所以這次風飄龍是絕對適合... 絕對應該要打的 因為我們打完後 用冰屬性的武器去打角龍是對的 而且12月將會出現雷浪龍 所以還是需要打冰屬的武器 又或者打風飄龍 當然大家不肯定12月何時會出雷浪龍 素材可以留住 到之後再製作風飄龍的素材 即是裝備嘛 是不是這樣說 看看吧 如果大家現在是11HR以上 便會出現限定活動 這限定活動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風飄龍在11月17日星期五 17點至20點便會大量出現 18日星期六13點至16點也是 19日亦也是 這三天時間大家謹記了 大家可以看到風飄龍 用什麼來打呢 有些裝備都組成了出來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不是最好 每個人用的武器或裝備 一定會看個人的喜好 這個純粹跟大家說明武器方面是怎樣的 例如你弄火龍的話 火龍騙手又或者是蠻樂騙手 都是適合打的 蠻樂龍或者火龍都是適合打 火的屬性嘛 裝備需要用到蠻樂頭 可以加火屬性攻擊強化2 然後再來是火龍的頭 火龍頭 火龍身 火龍身 沒錯 蠻樂頭 火龍身 火龍身 會有兩個弱點特效 全部都是以G6來計算 再來是蠻樂手 然後就會變成火屬性攻擊強化4 我們的武器的火屬性 就會增強350 非常多 接著就是黑角龍 黑角龍G6 會有鎖定 以及火牆怪力 如果體力達到29%或以下 攻擊力還會增加10% 之後再弄多一隻鬚鳥腳 會有看破回心率加15% 剛才所說的弱點特效 攻擊弱點部位時加25 一共已經加40 如果在我們沒血的情況下 再加10%攻 這組合打到非常高的傷害 不過大家要小心 火牆怪力真的不太容易開動 但火屬性攻擊強化 加弱點特效 再加汗婆 再加越戰越勇 是非常高攻 沒錯 這套武器無論是騙手 又或者是大劍 又或者是太刀 其實都適合用 不過還是要火系的武器 火系的近戰武器才適合用 接著還有就是取的 取方便大家可以看看 取方便可以用到 蘇鳥頭 火龍身 盲樂手 火龍腰和蘇鳥腳 其實都是一樣 不過有點不同 就是多了集中 可以看看我們能夠用的火武器 其實只要把蠻惡龍腿 我們將會心率加20% 武器火屬性加200% 攻擊藥點部位又會加20% 一共打藥點部位 就會加45%的會心率 再加200武器火屬性 這樣就更好 亦有越戰越勇 集中可以幫助我們儲力更快 如果大家有玩火屬性 可以參考一下這些技能 接著到弓 弓方面玩火龍弓其實是挺厲害的 不過大家要注意 弓我真的不太熟 不過我自己也知道 如果弓爆火屬性 亦是相當好 包括火龍弓就用蠻惡頭、火龍身 蠻惡手、火龍腰、泥魚龍腿 這樣就有集中 現在一共會有火屬性攻擊強化5 加500火屬性 集中可以幫助我們儲力更快 基本上玩弓一定要集中 弓點特效 如果我們打弓點部位時 又會加回心 然後耳塞那些是因為弓的關係才有 背水防禦這些都不太細看 最重要是頭三招技 如果用火龍弓的話 這樣的技能應該是非常不錯的 打我們風飄龍 好了 到最後 就是我自己也有玩的火龍輕佬 火龍輕佬方便用火龍輕佬 接著是飛雷頭、浮空身、風飄手、櫻火腰和土砂腳 櫻火腰、腰方面可以轉換很多東西 看你自己去決定吧 但是火龍弓呢 如果你低低的話 還可以用火屬性攻擊強化 但是如果你把火龍弓去到G7的話 其實火屬性強化就不及後載力減輕了 如果G7的話 建議大家裝填速度爆發 後載力減輕爆發 其他的技能就沒所謂了 火龍弓也可以這樣玩 當然需要裝填速度和後載力減輕 大家可以看到大幅削減裝填時間 以及發射時間後載力大幅減輕 我想大家玩都知道了 如果你用火攻擊的話 之後的龍弓的級數就算多高 也不能保護延誤時間 當然還有櫻火腰可以幫我們加回心15% 土砂腳可以幫我們加防禦 以及後載力減輕 最後還有完美迴避強化 當然如果你沒有櫻火腰是比較煩的 如果櫻火那陣子沒有打的話 都有方法解決的 用黏火腰我覺得還可以的 有連擊1 大致上這樣 如果你今次打風飄龍的話 我覺得這些武器極適合用 當然如果大家本身玩無屬武器 那就另計吧 始終如果你用火的話 低階一點就可以打得贏高星 又或者紫星的風飄龍 當然如果大家真的 但是我還不切 我相信都是用無屬性去打 但可以準備一下吧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做火的話 為了這個裝備 或者為了這個風飄龍 打完這次風飄龍 我們就可以打黑角龍和角龍 其實也挺重要的 當然角龍方面 我想我弄得夠 可能我弄一把冰露七五 夠就算了 不想再用龍浴升上去 亦是看大家了 大家弄好了你的屬性武器 還沒呢 弄好了也可以留言一起討論一下吧 這個活動暫時分享到這裡 下部影片再跟大家說 關於網巷的事件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資訊